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更新 殡仪师小陈的故事 我们一起听听看吧 怎么挑呢 因为寿衣店现在都在竞争 还有一个是做殡仪帮面的 现在都是90号和00号了 那你们的话 是不是也会对接到很多 这个大大小小的这样的 私人的这样的寿衣店是吧 对 但是他们现在也会有选择性的去 去比较吧 我在想 对 因为现在有专门的学校 就是长山门正学院 是做殡仪管理学院 上海的话都是现在给外包的 给外包的 对 就是没有专门的 这个大专或者是高等院校 有这样的专业 有在 有的 但是都在殡仪馆里面培训 培训好的话 直接那个 上个 上个 但是一般性的人我觉得对于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人 他他他会有一种比较恐惧的这个心灵 也有 就要去看每个人的胆子怎么样 第一个有证书出来 第二还有胆子方面 还有第三个还有跟亲戚 还有各方面的就是握手 握手 不要跟别人什么握手 什么意思 握手就是假如说你做了这个行业 然后有的肯定 然后有的肯定会嫉妒 有的肯定要有合作的这种关系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因为做避障好也肯定要遵守他们的规章制度 对吧 其实我 其实我特别想了解就是 你是怎么样克服这样的这种恐惧的 因为其实换句话来说 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接触到这样的尸体 面对这样冷冰冰的这样的一个尸体 哪怕是自己的亲人 会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身边的这些同事或者朋友 跟你们一起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没有人退缩的 有的有 比方说抖音里面 还有其他的都会有的 那是怎么样克服这样的心理的呢 克服这样的心理的话 就是要像自己的家属一样去面对他们 那你做这个行业 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难忘的一些经历 或难忘的事情 有啊 比方说有一个老人去世了 就是没有父母配伴 还有子女配伴 所以我们是从通货兵一方面 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去 嗯 配老的一刻 你现在这个跟你一起的这样的同事大概有 多少多少人 现在上海的话现在就好几个 有的在百度人 咖啡也有 其实殡仪馆严格的说它是提供一个场地 对 然后你们就是把这个时间跟他们安排安排确认好 对对对 啊那么这个他们那边的这个收费标准应该一般什么样 收费标准是每个兵仪馆都不一样 但是按照市场价格它是一万左右到一万八之间 一万到一万八一场 对 那这个里面是不是看你的 你们的这个配置情况 对配置还有场地的布置怎么样 嗯 兵仪馆是负责是尸体的火化 跟那个化妆这一块 它的就交给我们第三方 嗯 就是兵仪方面的 化妆不是也是交给你们的做吗 化妆的话是我们如果考证考出来的 可以去别的公司 比方做兵仪服务公司在那边 就是培训 像你们公司的入脸师 那一般性是在你们公司化妆 还是到这个现场去化妆 这个都可以啊 但是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可能有些兵仪馆 它在这个上面抽成上面抽的 还是比较厉害的 对 还是比较暴力的 对 对吧 对 这个是你们的一个行业的一个 竞争 普遍的现象是不是 对 对 整个的一场 这个 白事做下来一万到一万八 那这只是指在兵仪馆里面 那么后续的话 比如说 后续的话就是 比方说跟服务家属对接 来自他的各方面 比方说去领骨灰啊 还有去那个吃饭啊 嗯 这些服用都在里面吗 还要加一点成本 还要加一点 像你们这些这个饭店 是不是都有指定的一些地方 饭店的话就是有指定的一个地方 比方说上海的话是在酒店里面吃 其他的话 如果是上下的话就是 我们要做一条龙的就是 障碍啊 上海这些酒店的话 这些饭店是不是专门做这一块服务的 对的 它不接散客的是不是啊 对 如果是宝山那边的话 他们是有隔壁就有个饭店 是跟第一关成宝山的 反正就是一条龙 对一条龙 嗯